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计市公略的环节 和大家接下来内地股市最新的表现 上证纵合指数 现在最新升幅1% 最新升幅33点 在13117点 升幅收窄了 五岳港股方面升幅收窄 现在升1% 最近22,071点 升233点 国企指数升幅超过1% 升142点 还有106点 似乎在10,000点增持 这次嘉宾请来Wafi和大家谈谈中港股市走势 Wafi 你好 Wafi 看到昨天内地股市方面有一个国家队首映 所以尾段秋升差不多是半成的水平 都见到金融板块的升幅最为显著 只是这个板块升幅有9% 之前不是说证金公司不会再入市干预吗 为什么又有国家队的首映呢 当然啦 你说国家队 我觉得是这样说的 很阔的 因为除了经常说的证金公司 或者是汇金 或者你说其实很多 比如说保基金 很多不同的途径 都是叫做国家队的 所以你说国家队入市的这个角度去看 就不等于是中正金又再入市干预 或者那种东西 所以你看到昨天来计算是 没错的 近期之前特别是说过 中正金 未来就不会说再入市 但是就保证未来几年不退市 这个都不断说很多次 甚至乎前几天也见到 就内地有些小小的报道说到 就说这刻就要再 好像是更轻点 又说未来怎样部署 就是变上是短暂 不会说做任何干预的市场的因素 所以变上那几下之后 由中正金说到不入市 到之前又说要谈下不再做之下 我们试想得很厉害 大家害怕就少了这个所谓托市的意欲之下 即是意味之下 那市场不是那么行 又穿过三千关 又不断向下试 的确到昨天来计算 就随着一来就之前又减息又降准 或者又不断去到放水 很多调置性的工具 SLO之下 都初见到其实流动性是好一点点 都令到市场是叫做 开始在低位找回点 到找完之后 就好像刚才Tracy说到 昨天来计算就特别是下午 又再见到所谓国家队的首映 就入市买一些权重股 特别是蓝筹 形成就个市场上来 当然这刻你说国家队入市 名字就听了 但是你说哪一边的国家队 就正常说 很多不同途径都可以叫国家队 而的确暂时 也都见不到它是说哪一部分出来买 所以我觉得又真是这样说 国家队入市 又不等于跟之前说中正金 不公议是一个违背的 那我可以不是中正金做 或者其他部分做都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以这一刻来说 都有少少叫入市维稳的时候 短期来计 对整个内地市的气氛 或者各种东西 我觉得都会提振一点点 因为始终整个内地市 都真的弱得太紧要了 无论你说的信心 气氛 或者整个势来说 全部都是差的 所以在这么差弱的情况下 有这些因素是叫托一托 我觉得无疑内地市 是有机会短期 叫做好一点点 甚至乎刚才也说了一点 就是为什么会有 昨天所谓国家队的 一个托市的首映在这里 开始有一些消息说 就是因为近期市弱得那么差 就是弱得那么紧要 那么糊涂之下 而且接下来九月初也有个所谓阅兵的情况 所以当阅兵 内地一定是向世界展示他们的一些实力 或者威力各样东西 那你变上可能全部都需要一个维稳的情况 所以变上市这么弱之下 才令到他们可能透过其他国家队 去到托入市 叫做维稳回市 所以我觉得有机会可能九月初之前 市都会是靠方稳一点点 但是当然你问到我自己来计 我觉得短暂靠稳之后 其实九月初如麻月冰之后 其实又再弱化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的确暂时市底是比较脆弱的 或者比较差的 甚至乎我会觉得近期这么多不同的招数出来 其实市场是需要时间去阅读 或者都比较混乱 虽然这方面这样说 其实整个内地市我相信未必那么稳定 虽然短期有机会不继续站稳三千万楼上 但是你说有没有机会再大幅度向上市 我觉得极其可能市场三千三这边位 但是你说再有没有机会去试 我觉得暂时情况也不算太高 看到媒体也报道 说今天港股期指和新加坡交易的A50期货 都是结算的 特别留意就是H股的期货 昨天未平仓的合约是47.72万张 是历来新高 规模是达到2339亿 当中职业合约昨天就不跌反升 占了809亿的三成半 市场都认为H期货的合约 规模这段时间是不断见到 是创了新高 都是比较罕见一点 如果是平仓的合约多的时间 市场就会暂一点 但是如果这么多未平仓的合约见到 市场应该会很波动 当然你说以H股方面的期货 就是国子期货 当然这个情况 其实都是近几个月 经常见到的一个情况 就是无论成交的章数 或者未平仓合约的章数 都降到恒指期货是多的 明显地就随着之前 我们经常说暴力救市 又不准沽空 又不准做很多事情之下 都令到很多资金转占了其他市场 一来就是国子的市场 二来就是刚才Tracy说的 新加坡A50的期货市场 因为这两者的期货里面的结构或成份 和内地某些的股子期货是挺相似的 然后内地不准做 都令到他们来到香港这边也好 或新加坡那边也好 去做相关的部署 虽然的确是近期 国子期货的章数 是明显地活跃过恒指的 所以令到波动性 其实明显地不断地 都比恒指大 而特别以国子期货上说 的确后市我觉得 真的有点关注位是要看的 一来就是以总未平昼合约 没错就是四十几万张 但是以回昨日来计 随着夹升之下 其实某程度上 令到一些積月的国子 可能都稍为空军 要平一平昌而夹升 所以你见到昨日来计 其实積月未平昼 只剩9万张左右 我觉得又不足够太多的数字 但是明显地见到 下月未平昼合约 去到二十七万张流上 这个数字是几多的 因为很少说 这么快都未到下个月 或者只剩下月初的时间 都已经有二十几三十万张的 张数在这里 其实这个 都预显着来 先不要说看淡看好 但是明显地见到 这么多张数 都预显着来下个月的波动性 我觉得都会比较偏大 所以这番国子方面 都是叫做波动性比较偏大 再进一步延伸 可能对恒指的波动性来看 都会一定影响在这里 Rafi 你刚才也说到 9月3日之前 内地应该都会维稳股市方面 你对于后市来说 9月3日之前 中港股市的看法会是怎样呢 是否只是会有波幅 没什么升幅 当然我觉得 如果短期 如果真的以 假设阅兵的角度 或者维稳性是真的话 我觉得这样说 内地很多时候要做的事 几乎一定 坚硬做都要做到 所以如果以后 是坚持9月3日前 市是很好看 或者是不错的 我相信其实个特别上证 可能有机会是上一些 正常说 可能有机会试上 3300这些位置 楼上 就是慢慢稳稳 不至于3000楼下 或者更加低的水平 所以可能短期又未必太坏 而你说 如果我们的市真的能够站好一些 或者可以试高一些 无疑对港股来计 都有机会是有个不错的表现 但是你说是否可以大升呢 当然我觉得未必的 因为整个市传后市 我这都偏向审慎为主 所以这一阵 只不可能成全内地市 在做好一点之下 港股也有一些反弹条件 但是有没有机会上到更高的水位 似乎就要再看一看 因为特别今天来计 虽然高开过几百点 也都上过去22000楼上的水位 一来就补回之前的下跌口之外 更加都轻轻试过上10天线 但是如果这一刻来说 叫做补完之后又上完之后 就不断缩了 不断下跌 现在又下跌22000楼下 升幅到百多点左右 所以短期来说 如果不能够好企业 找22000楼上 或者22000楼上的话 很难说港股 是不是叫做跌或调整 如果假计真的站不稳 反而对下个月的看法 我自己都偏向 叫做比较审慎为主 是的 都见到 内地股市方面 仍然可以升幅 保持1%楼上 但是港股方面 就越缩越多 原本是高开585点 现在升幅只有180点 升幅不够百分之一 同回Wafi你做新报 刚才我们说过的指数相关资产 请问你会持有吗 也没有 谢谢你的分析 有些分析 还有其他的直播环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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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